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微积分里的导数 导数或者叫微分指的是一个函数的变化率或者斜率 导数跟微分是有一点区别的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先把它们想成一样东西 我们要求出导数的时候 意思就是把这个函数的斜率或者变化率找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熟悉的线性方程 我们都知道M代表着斜率或者变化率 然后要找到M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Y的变化除以X的变化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方程表示 比如说我们用这两个点可以把它画出来 这是E1然后R跟R 然后这是X1Y1X2Y2 然后把它套进去的话 就是R减去E 然后R减去E 等于E 所以它的M或者变化率就是E 也就是说这个方程的导数等于E 然后我们写导数的时候可以这样子写Y上面加个撇或者D OVER DXY等于E 因为E是它的写率 你们可能问为什么是D除以DX D指的是变化率 所以Y的变化率除以X的变化率 这不就等于这个吗 然后这个撇就是一个简称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 位移速度和加速度的关系是 速度是位移的变化率 还有加速度是速度的变化率 换句话说 速度代表着一样物体有多快 然后这个加速度代表着这个速度的变化有多快 所以从这些数字我们能得知 位移的M或者它的变化率就是2 因为我们的Y的变化率除以X的变化率 等于我们可以用这个 4除以2 就等于2 然后这个变化率等于2 然后我们刚刚说了速度是位移的变化率 所以这个也是等于2 然后加速度是速度的变化率 然后速度 它这个坡不是往上的 也不是往下的 所以它的变化率就是0 这就是它们三个的关系 你们上物理课的时候 也可能会看到这个图表 有些问题会问你们 找出FLX的导数 或者找出它的图表 做这种问题我们有个捷径 但是我们还是先得看一下这个斜率 我们能看到一开始 这地方是比较斜的 这坡比较斜 然后慢慢这个坡就越来越平 X等于0的时候 这个坡是等于0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标个点 X等于0的时候坡应该等于0 所以我们知道D和B就不是我们的选项 然后我们要从A跟C里选 我们再看一下F of X 这边左边的坡 它是正的 因为它是往上 然后到这里 它就这坡往下 代表着一个负号 当然这个函数不是负X 我只是想把负号标记出来 这函数应该是负X的平方除以4加上4 或者可以说它是个半圆形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它的导数 这里是0 是先从一个正的地方 再到一个负的地方 就可以这样子画 那我们就能选C 谢谢ig隐藏